姝儿 他们说你爹醒不过来了 不 不会的 我爹他现在怎么样 老爷被滚石砸中了脑袋 现如今气息微弱 恐撑不了多久 不会的 我爹他不会有事的 我再去请大夫 把上京的名医都请来 最好的名医在宫中 姑娘若能请到 院政陈太医 或许还有一切生机 你们照顾好我爹 我一定把陈太医请来 欲出门时 撞上从学堂赶回来的姜宁 姜宁问清后 也要同姜叔一起去 姜叔深吸一口气 指着院里的姜家叔伯 他们都在外面盼着爹死 你觉得你能离开吗 自从姜云吃后 姜叔便不再相信什么血脉亲情 不过是一群唯利仕途 喂不饱的白眼狼 你在家陪着娘 受着爹 等我回来 沉重叮嘱完 姜叔不再耽搁 快步出门 姜叔上了马车 命车夫以最快的速度 去平西将军府 阿叔出什么事了 我爹受了重伤昏迷 不行 求公主帮我请陈太医出宫救治 姜叔说着 弯腰一躯 欲跪地 月兰伸手扶住她 温身安慰 你别急 我这就派人去请 来人 拿我的令牌去 算了 我亲自去 明依 你陪着阿叔 我很快回来 别担心 公主亲自去请 定是能请到陈太医 姜伯父一定会没事的 月兰入宫后 去往太医院的路上 遇到了出宫的玉征 得知玉兰进宫的目的后 玉征眷连冷沉 当机立断 去马车上等 我脚程快些 我去请陈太医 玉征的脚程的确很快 陈太医年迈跟不上他 玉征便让两名 恐无有力的侍卫 驾着陈太医走 让陈太医体会到了 剑步如飞的感觉 王爷 这是去救人还是去救火呀 老夫的胳膊要折了 有人如救火 委屈陈太医了 陈太医想不明白 宫外有谁这么大脸面 能让玉征这般心急 马车早已在宫门外候着 侍卫将陈太医一架上车 车轮便立时滚动起来 陈太医没坐稳 被怪性摔得脑袋撞上了车壁 到底谁要死了这么急呀 他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 真命关天 辛苦陈太医了 时候我定有重心 王爷这时 要老夫去救谁呀 恩人之父 能对井王有恩 真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 终于 他看到下人脚步匆匆来报 嗖的起身迎了出去 跟他一以至府门外 请姑娘速去 江叔闻言面色一喜 提着裙子慌忙的往外跑 阿叔 你慢点 我跟你一起 曾宜君起身跟上 想着或许能帮上什么忙 两人急行到府外时 看到两辆马车 愣了愣 追云打开车门 姑娘做这辆 主子的车行得快些 孙怡君很是自觉的上了后面玉兰的马车 顺便向玉兰打听 井王为何也在 看到陈太医在车上 江叔来不及多想 赶忙上了车 见到江叔 陈太医颇感意外 姑娘是 陈太医记得他之前在将军府见过江叔 但当时他的身份是沈侯夫人 怎么如今摇身一变 又成了井王恩人呢 江家叔伯一众人等在院中 不时朝屋子里探头张望 他们几次想进去探看 都被江宁拦下了 阿姐说了 除了大夫和晋身伺候的下人 谁也不能进这个门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转眼天色见暗 江家众人已在院中等了一个下午 失去了耐心 江宁 你看我们腿都战断了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上一眼 安个心可好 你们若是累了 可以去偏厅坐着歇息 也可以回家 不用在此站着 你这孩子 怎的这般不懂事 你爹伤重昏迷不行 我们怎么可能放得下心离开吗 你们记住我爹昏迷不行 那还有何可看的 里面躺着的虽然是你爹 但也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有权进去探看 说完 江绍和给江家大伯 江绍华递了个眼色 两人一起往屋里闯 太医在给我爹看着谁也不许见 阿姐 把门拴上 江宁 你眼里可还有我们这些长辈 我若不是敬你们是长辈 早让下人将你们轰出去了 好啊你 你日日去学堂 先生便是这般教你的 叫你不敬尊长 无你顶撞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瞅得将您耳朵都要炸了 屋内失真的陈太医受到干扰 下阵不稳 让江叔去处理 姝儿 你爹他怎么样了 醒了吗 太医在给我爹诊治 需要安静 请你们出去等 太医在皇宫 你怎么请来的 他真的是太医吗 你可别害了你爹 江叔懒得再跟他们废话 直接喊来下人赶他们走 反了你们 你爹一倒下 你们姐弟俩就这般无法无天 到底是何居心 这里是我们家 你们处心极虑干扰太医给我爹智商 你们到底是何居心 江叔冷声结问 让下人强行将他们赶出院子 被两个小辈强行驱赶 江少华江少和觉得颜面无光 愤怒至极 在花园同江叔江宁争吵起来 江叔和江宁想走 却被团团围住 无法抽身 他们毕竟是江家长辈 下人也不敢对他们动手 正是仰仗着这一点 江少华江少和肆无忌惮的大闹 甚至杨首要教训江叔和江宁 上门七主 本王倒是要看看 何人如此猖狂 大胆 见了景王殿下还不下跪 景王殿下 胆敢质疑干扰宫中太医 便是质疑皇室蔑视皇威 你们可是活够了 贵人息怒 我们并无此意 纵使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藐视皇威 质疑皇室 请贵人明察 玉征看向江叔 见他被欺负的俏脸战红 胸口起伏不定 顿时怒从心起 追云 属下在 去衙门走一趟 让何大人带人来江宅 将少门闹事七主 蔑视皇威的相干人等 带回府衙大牢 关押三日 一事成见 是 江家众人一听 灯时吓破了胆 纷纷磕头求饶 大人 我爹他怎么样了 令尊暂无性命之忧 但何时能行尚未可知 只要能醒就好 令尊的腿断了 江阳数月乃至一年 伤好后 虽能走路 但与往日 无可相比 在则便是 头颅伤损严重 往后记忆思考 可能会受到影响 饶是早有心理准备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当真听到时 江叔江宁还是大受打击 但姐弟俩明白 江父此番能捡回一条命 以示不意 不能再奢求其他 辛苦大人了 王爷 江老爷的伤 需要每日 言真次学两次 但老夫在宫中 还有药物 洪 陈太医放心 我会亲自向父王禀明 你且安心在江寨住下 待江老爷醒后再回宫 陈太医心底一震 还是 对此江叔感激不尽 联盟吩咐下人 给陈太医安排晚饭住处 郁征几人起身欲离开 张大夫拿着陈太医开的方子寻来 说方子上有两味药 江家没有 药铺也是难以买的 我府中有 你随我去取 多谢王爷 请医之事 郁征已是帮了大忙 江叔很是过意不去 但救父要紧 他别无选择 只能厚着脸皮 随郁征去取 至于欠下的庄庄恩情 以后慢慢的还吧 请王殿下同阿叔 有何渊言啊 今日郁征对江叔的态度 过于明显 孙怡君便是个傻子 也瞧出了不对价 江叔曾救过阿征 啊 这是连我父皇母妃都不知晓 你可明白 我一定保密 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说 早知道就不问了 你忍得住吗 不问今晚睡得着吗 忍不住 睡不着 可是下着了 嗯 今日多亏王爷了 别担心 有陈太医在 你父亲会醒来的 陈太医不回宫 可会让王爷为难 宫中还有其他太医 陈太医缺席几日不打紧 不必放在心上 我母妃做的芙蓉膏 我不爱吃 你尝尝 这 这不合适 这点心最多放两三日 不吃便浪费了 那我尝尝 贵妃的心思不能浪费 嗯 斑波折腾了半日 江叔早已饿得前胸踢后背 一口气吃了半盒 正当他觉得有些干腻时 一直打开的水囊 出现在他的面前 谢谢 玉蓁沉静地瞧着 唇角微扬 浮出笑意 不吃了 嗯 我吃饱了 剩下的王爷自己吃吧 别辜负了贵妃的爱子之心 王爷若是不爱吃甜的 可就着茶水吃 如此便不会发腻了 好 肚子吃饱 心不慌 江叔感觉心绪平静稳定下来 先前的金黄空落 荡然无存 他深吸一口气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无论是好是坏 事已发生 忧愁都无用 只能从容面对 这药材是折现成银子给王爷 还是等我寻回同样的归还 不急 往后寻到同样的归还便可 若有需要 我府中还有 只管来取 王爷大恩我铭记于心 他日定当节草闲环以报 好 我等着 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要回家 听到动静的狱卒赶来 不耐烦的呵斥 差大哥 我把这个给你 你行行好 放我出去吧 上头打过招呼 放你走是不可能的 不过 我可以让你好过些 怎么好过些 一只钗 换一床被子 你当我傻吗 一只金钗 换一床被子 你怎么不去抢 呸 不识好歹 娘 我不想待在这 我要出去 我要回家 娘也想回去 可我们得罪了贵人 这罪是非受不可了 忍忍吧 三天很快的 姝儿 你一个姑娘家 日日抛头露面总归不好 再者 你年纪轻轻 经验不足 还是交给大伯和三叔来分担吧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的 这些日子江家生意一切正常 足以证明我没有出错 可经营产业不是以朝以夕 也不仅仅只是这些寻常事 总会有些风浪 你想得太简单了 听闻云妹妹婚期将近 三叔有空该多上心云妹妹的婚事 终身大事可马虎不得 大伯母身体不好 宣堂兄整日流连花丛 还未正经取妻 大伯身为一家之主 该多关心归属 否则后继无人 挣再多家产也不甚意义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无需你操心 江家生意也是我的家事 无需大伯三叔操心 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江家产业 是我们同你爹一同壮大的 力当有我们一份 你若不要我们管 那就把江家产业一分为三 各管各的 对 一分为三 谁也不吃亏 当年我爹邀你们外出一同闯荡 你们不仅拒绝 还分文不见 后来我爹白手起家 创立了江继 念在血脉亲情的份上 不计前嫌分你们铺子 让你们同享富贵 如今大好 你们半点不知感激 反而妄图吞没江家产业 可有半点良心 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 江家壮大有你们的功劳 可是这些年 我爹外出跑伤时 你们无疑似通往 出了纰漏时 全部都缩在我爹身后 你们倒是告诉我 你们究竟为江家做过什么 这么多年 我们便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江家产业 怎么也该有我们一份 人心不足蛇吞象 你们既要分家 那就把铺子交还 从哪来回哪去 你气人太甚 你爹都不敢如此同我们说话 你简直是背宗忘本 不敬尊长 难怪会被靖安侯厌弃 古话说上贤下降 大伯三叔不妨先检讨检讨自身 至于我与靖安侯和离 是我厌弃他 非是他厌弃我 大伯若质疑 我们可去问问长公主 我的和离书上还盖着圣上御印呢 你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同意平分家产 休想 好 好的很 我倒要看看没有了你爹 你一个女流之辈如何撑得起江继 你既无情无义就休怪我们不客气 每月初时是江继合账的日子 这一日各铺掌柜都会带着账簿到江宅 将账簿交给东家合查 汇报铺中事宜 江叔坐于厅堂主位 认真翻看各铺账簿 听掌柜们汇报与他们商讨 大爷 三爷 姑娘在忙呢 管家的声音从厅外传来 江叔一抬头 瞧见江绍华 江绍和 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坐于两侧的众掌柜纷纷转头 不明所以地看着两个人 好你个孽女 竟然勾结伟人害死你爹 霸占江家产业 其行恶劣 人神共愤 当日我们横家阻拦 你却活同他人 将我们关押入狱 残忍毒害亲父 其行恶毒当诸 什么 东家死了 我敬你们是长辈 一直给你们留着三分颜面 可你们竟是罔顾亲情咒我爹死 还红口白牙诬陷我 简直狼心狗肺 丧尽天良 你爹 是死是活 大家去一瞧便知 江少和煽动众人 那日他们来江宅探看 江母同他们说 十日内江父若醒不过来 必凶多吉少 如今十日已过 并未传出江父已醒的消息 他们方才去江父院中探看 下人也拦着不让他们进 必定有鬼 大夫说我爹需要静养 不能打扰授机 你们听听 他心虚了 不敢让我们去瞧 姑娘 要不带我们去见见东家吧 是啊 东家出这么大事 我们理该探望 今日若见不到我二哥 我们就去报官 告你谋害亲父 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我爹 但若我爹安然无恙 你们便从此脱离江家 与江家再无瓜葛 凭什么 江家还由不得你做主 江叔懒得与他们废话 带头往江父的院子走去 我爹的病需要静养 进去后不要宣扰 大姐 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看看爹 一会儿就走 你们瞧瞧 我没说错吧 江叔谋害亲父 这就是证据 江少和指着躺在床上 毫无声息的江父 言之凿凿 什么证据 三叔可验证过了 二哥 二哥 睡得正向的江父被吵醒 不悦的睁开眼 二哥 这是诈尸了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望二哥 东家醒了 东家好好的 怎么会呢 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了 你们怎么都来了 今日是合照的日子 大爷三爷说 姑娘害死了东家 要报官 我们这才来 一看究竟 谁死了 你们才死了 江叔一致拦着 不让我们探望 又隐瞒了二哥 一醒的事实 我们也是担心二哥 这才 你们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趁我昏迷上门 欺我欺儿 妄图吞没江家产业 疏而不同意 还给他使盼子 还陷害他想报官 你们还有人性吗 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 脑袋进了水 竟会拉扯帮扶你们 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 江少东 你以为你很大方是吗 江家那么大的产业 你一点都不肯分给我们 只是给几间铺子让我们经营 就那几间铺子出的钱 都不够你养下人的 你有拿我们当亲兄弟吗 江叔出嫁 你赔嫁一百多间铺子 大方阔绰得很 我们义母同胞兄弟几十年 你一间铺子都舍不得给 你还有脸说恩情 到底哪来的恩情啊 没错 你才是薄行寡义 无情无义的那个人 爹娘早逝 要不是我拉扯你 你早饿死了 你既然说我无情无义 那从今日起便收回你手中的铺子 从今往后 你们与江继和我再无挂格 断绝关系可以 从前我拉扯你的情分 你得还 行 我给你两件铺子 小时候你高手不退 是我上山挖草要救的你 行 我还你两件铺子 撕破脸闹成这样 江绍华江绍和知道多要也要不到 便愤愤的甩袖走了 江副长舒口气 缓和了情绪 从今日起 江继由我女儿江淑做主 从今往后 她就是你们的东家 东家 三思啊 我们并非不认同姑娘 只是她毕竟是个女儿家 年纪尚轻 经验不足 恐无法撑起江继啊 这些日子 舒尔打理江继 可有不妥和纰漏 没有 舒尔的确年纪经验不丰 但我当年在她这个年纪时 江家还未有如此壮大 也并无她这般机民 果敢的应对处事能力 再则 你们也都瞧见了 我全身都裹着布 断腿尚不知何时 才能恢复下地 脑子也时常疼痛 无法理事 江宁年少 对营商一窍不通 江继不交给舒尔 能交给谁 放在出去的 那两个白眼狼吗 这日江书到绸妆巡查 刘掌柜一脸焦急幽黄 孰锦做东衣甚好 但做春衣和夏衣 远不及丝绸 所以我们还是得寻 丝绸原商才行 方家去年挖走了 江继最大的丝绸原商 让江继的丝绸断了货 后来江副联络了几个小酬商 勉强支持过冬季 可眼下换季后 丝绸需求量变大 小酬商供应的那点货远远不够 江继必须找到新的原商才行 刘掌柜跟随我爹多年 可有认识知晓的原商 寻原商得去产地 怕是得东家亲自跑一趟了 与原商合作 姿势甚大 一般都是东家亲自前去 一来当场验货 确认品质 二来了解原商 诚信互相交底 才敢确定合作 否则货品质量和供货 一旦出现问题 很是麻烦 掌柜根本担不起这个责 行 我亲自跑一趟 但我经验不足 还请刘掌柜与我同行 好 东家准备何时出发呢 就这几日吧 我回去向我爹取取经 交代一下各铺事宜便出发 最好的丝绸产地当属江南 可此去路途遥远 为父实在有些不放心哪 娘也不放心 非得你亲自去不可骂 要不就让刘掌柜去吧 实在谈不妥仇装生意 不做也罢 性命要紧啊 跑伤是必须的 但是这次不为仇装去江南 下次也会为粮铺去别的地方 可是你从未出过远门 娘实在不放心啊 娘 别胡思乱想 我会格外小心的 我绝不会像爹那样冒险 一定特别小心注意 杜绝一切意外 平平安安地回来 第一次出远门跑伤 江叔忐忑又期待 当他的马车驶离上京时 玉征方收到消息 他去跑伤了 去望何处啊 玉征神情激动地站起来 暗卫回禀 江南 上京离江南千里之遥 这一去恐要越渝 他一个女子虽带了护卫 但离开这么久这么远 玉征始终不放心 今年的江南 怎么这般太平 什么事也没有 江南太平不好吗 打招百姓安居乐业 何焰何清 不是主子的夙愿吗 玉征文言扫了竹锋一眼 绷着俊脸不说话 江南 位于淮河墨游 每年到了雨季 极易发生活涝水患 今年的雨季即将来临 当去巡查淮河河堤 预防水患 对 事关书案百姓身家性命 本王该亲去巡查 反缓于伟然 这么点小事 哪用得着主子亲去 打老远的多累啊 出去绕王府跑十圈 为什么 二十圈 竹锋不敢说话了 用委屈迷惑的眼神看向追云 绝望地往外走 他到底是哪句话说错 惹主子生气了 让开让开 你们挡到了 真霸道 那艘画坊行驶的速度极快 有几艘游船避让步急 发生碰撞 江书所在的游船被殃及之后 失去方向 不受控制地撞上了画坊 砰的一声巨响 江书的游船被画坊顶了一下 猛烈的冲击力 险些让江书和谭玉掉进了湖里 怎么回事 有艘不长眼的游船撞上了画坊 惊扰了王爷 去看看船上的人有没有事 可有人落水 是 竹锋领命去传言查看 此时江书和谭玉受到了惊吓 已躲进了船舱 竹锋只是看到几名护卫 他高声问了一句 得到答复之后 就回禀玉征 竹子 无人落水 让画坊长长眼 行慢些 别冲撞惊吓的百姓 王爷宅心仁厚 爱民如此 曼盈敬佩不已 敬王爷一杯 本王饿了 先吃菜 是 是 是 王爷和两位大人 一路辛劳 定然饿了 先吃菜 吃菜 坐陪官员出声圆场 赵曼盈举着酒杯的手有些僵 黯然咬唇 收回手 这么大年纪 还未娶王妃的人 果然不解风情 难伺候得很 要不是叔父那里没法交代 他真想起身走人 王爷和两位大人 劳顿至此 明日先放松 休整一日 我让曼盈 带王爷 逛逛临安府 赵大人 我们此来 是为修筑和地 并非是玩乐 今夜之举 已经是不合规矩 若再如此 本王可要参你一本了 王爷受罪 下官一时失言 下不为例 明日一早 便去寻查和地 是 你今夜怎么回事 叫你把锦王哄开心 陪高兴 兴许还能捞个侧妃等等 你怎么这么不上心 叔父 您也看到了 非是我不愿 是王爷不愿 叔侄一场 别怪我没给你搭路 若不能攀上锦王 你便只能嫁给巡抚大人 张曼盈一听 捏紧了手心 那巡抚都五十多岁了 大副偏偏油光满面 巷头烤猪 让他嫁给他 不如死了干净 可他还没活够 一点也不想死 看来 他得想办法脱身了 公家 我们明天还继续逛仇铺嘛 听说临安府 有座灵隐寺 特别灵验 我想去拜拜 东家是想求佛祖保佑老爷嘛 嗯 还有娘和姜宁 我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 次日一早 东家 我们也挂一个吧 谭玉眼貌亮光 跃跃欲试 两人去找小僧 领了启愿牌 提笔写愿 准备落笔时 江叔忽然犹豫了 方才他已在宝殿 为爹娘和江宁 祈福过了 做人不能太过贪心 这个祈愿牌 他要写点别的 写谁呢 江叔宁美想了许久 除了爹娘和江宁 这世上值得他挂祈福牌的人 东家 你怎么才来 我都挂完了 他们说挂得越高越灵 可惜了 我挂得不是太高 祈愿是心诚则灵 不必再以高低 也是 东家快挂吧 挂完我们去别的地方瞧瞧 我有些渴了 你去讨杯茶水来 直走谭玉后 江叔垂眸看了一眼手中木牌 走到了七叶树下观察 怎么才能挂得高一些 找好位置后 江叔深吸口气 卯足了劲 扬手往上一扔 公子 对不住 王 王爷 这是你的祈愿牌 王爷怎会在此 江南多发水患 我来此寻茶修筑河地 王爷真是勤政爱民 令人敬佩 你为何也在此 听到这话 后在一旁的竹风发了个白眼 我来此寻丝绸原商 那真是玉桥 是啊 王爷也是来挂祈愿牌的吗 嗯 王爷好厉害 不必在意高低 星成即可 江叔深吸一口气 在玉桥的注视下 高扬起手臂用力的一扔 祈愿牌稳稳的挂在树腰 已经很高了 王爷公务繁忙 怎会有空来此 何地寻茶完 由公布侍郎督修 我听闻此处香火灵夜 便来此 为家人祈福 顺道体察民情 你呢 你的事可办妥了 办妥了一半 还需再耽搁几日 两人像是熟悉的老朋友般 互问近况 自在闲话 东家 东家 我在这边 我 王爷 谭玉的反应 同之前的江苏如出一辙 竹风吃笑出声 真是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婢女 玉珍默眸眸冷扫 绕灵影子十圈 竹风一脸痛苦 按脑自己嘴尖 他在心里想想便是了 怎么就非得说出来呢 什么十圈 没什么 主持说 寺外有条冷泉 你可有赏过了呀 我们刚来一会儿 胡上风光说灵影 风光独在冷泉间 可要一道去游闪 玉珍附在身后的手 捏紧成全 心中略有些紧张 生怕他拒绝 江苏想着今日无甚要事 来一次灵影寺 也不能白跑 便欣然点头英语 得到肯定的回答 玉珍暗舒口气 台步出四 往冷泉去 后在山门外的追云 没有见到竹风 便跟上来问谭玉 竹风去哪了 王爷让他绕灵影室十圈 然后就没看见他了 他又说什么了 他说 真是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婢女 追云听完 暗刀一声该 两人路远一些 跟在江苏和玉珍后面 江苏同玉珍顺着冷泉 缓步而行 不知不觉走进了山间 山中单元绿树 异应幽森 石壁料翘 异红连然 七轻入耳 恍如人间秘境 室外桃源 置身于此地 两人抛开上京的诸多规矩和束缚 似寻常友人般 一起游山玩水 闲话赏景 小半日时光悠然而过 竹风跑完石圈寻来时 以日尽中天 江苏和玉珍折身往回走 回灵影私用斋饭 他刚来就回去 竹风如被雷劈中 石化当场 走啊 你不吃午饭吗 竹风的肚子抢先回答 谭语笑喷 竹风懊恼跺脚 不许笑 要不是他 他怎么会被罚跑石圈 肚子怎么会饿得咕咕叫 一行人回到寺中 借着玉珍的身份 得力轻游禅怨 单独用饭 难得与江苏相处一日 玉珍有些不舍 编问送斋饭的小沙迷 除了冷泉 还有和好风景 小沙迷告诉他们 灵影寺对面的灵旧风 奇美秀丽 很值得一游 且今日阳光甚好 日薄西山时 可登顶 观赏西湖日落 江苏听闻日落两字 性谋煞时就亮起来 玉珍见状心中一喜 问他饭后 可是要一起去登灵旧风 江苏对落日情有独钟 当即便点了头 于是用过斋饭后 他们便动身前往灵旧风 灵旧风地质独特 形成了许多溶洞 溶洞中千奇百怪 形状各异的钟乳石 让江苏大开眼界 洞中地面湿滑不平 光线又昏暗不明 江苏看得入迷 没留一脚下 往前走的时候 一脚踩滑摔了下去 王爷 你可还好 有没有伤到 我没事 我们快出去吧 这里面太危险了 玉珍应了一声 扶着洞壁 谨慎起身 重见天日 脚踏实地 几人不约而同 松了口气 王爷 您当真没有伤到哪里吗 他听谭玉和追云竹风 都是摔出惨叫 玉珍怎会一点事都没有 只是摔疼了些 没有受伤 江苏虽心有疑虑 但也不好上下其手的检查 仔细观察 见玉珍神色无异 不像受了伤的模样后 他勉强放下心来 疼死我了 哎呀 竹风捂着屁股 疼得呲牙咧嘴 不远处的突石上 蹲了只猴子 学着竹风的模样 捂着屁股呲牙嚎叫 几人看得一睁 随即忍痛 喷笑出声 死猴子 你敢学我 竹风气得随手 捡了块石头丢过去 猴子闪身躲开 然后捡起那块石头 学着竹风的样子 丢了回来 这猴子成金了吗 猴猴累人 擅长且喜欢模仿人的举动 最好不要理会他 否则被他缠上 很是麻烦 行 我不跟一只畜生计较 但猴子却来了劲 又丢了一块石头过来 砸到了竹风的脚 死猴子 我今天非打死你 竹风气得顾不上痛 纵身跳进山林去抓猴子 竹云见状摇了摇头 直到他一时半会儿 是回不来了 我们先歇会儿 江叔找了块干净的大石头 让玉珍过去做 呀 你受伤了 一点小伤 不碍事 还在流血呢 赶紧处理一下 江叔远远瞧着 面上露出饶有杏味的像 你笑什么 追云还没取亲吧 尚未 那你觉得谭玉配追云如何 玉珍沉默了 江叔心中意紧 你觉得谭玉配不上追云 不是 那是为何 主子尚未成婚 属下既有先娶妻的道理 那若是他们年纪比你大 也要等着你先成婚 倘若你不成婚 他们便一直不能娶妻 玉珍扭头看他 神色认真 放心 我会成婚的 听到这句话 江叔心头一颤 避开玉珍的视线 那王爷婚期可定了 尚未 江叔莫名松了口气 玉珍注意到他的神色变化 欢喜的牵起唇角 不知王爷相中的是哪家闺秀 江叔看着风景装作随意的问 玉珍正思索着该如何回答 竹锋回来了 一只死猴子也敢挑衅我 看我抓住他了 竹锋将用藤条捆好的猴子 扔在地上 满脸得意的炫耀 四人看着他 像看傻子一样 怎么了 下了山马车入城 玉珍本想同江叔一道用晚饭 但见他满脸疲惫 双腿发软 走路都无力 便作罢了 分道而行时 玉珍告诉江叔 他住在福音府 有事可去寻他 江叔点头应下 放下车帘后 马车行驶起来 他心中抖声出分别的不舍 江叔恍然捂住胸口 他这是怎么了 东家怎么了 可是太累了 我给你揉揉 今日你也累着了 赶紧吃完饭休息吧 东家 你也多吃些 吃饱力气才恢复得快 江叔点头 想着他此来临安府的目的 深吸一口气 收敛心神 认真吃饭 他要赶紧再寻一家原商 然后回上京去 江继还等着他打理 没有时间伤唇悲固 胡思乱想 累了一天 江叔浑身力气都耗光了 用过饭便歇下了 江叔困倦地闭上眼 脑中不由自如地浮现出 白日在溶洞中的场景 他采华带着玉征摔倒滚落之后 玉征用紧实的双臂将他抱在怀里 宽大手掌拖着他的后脑 将他护得严严实实 那一刻两人呼吸相闻 紧密相拥 隔着衣裳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体温 线下回想起来 只觉得以你前卷 心如雷骨 面皮发烫 江叔想着想着 一时昏沉进入了睡梦中 明月高悬于空 柔和银灰倾洒大地 玉征沐浴完擦干水珠 赤着上身让追云给他上药 竹子这伤的也太狠了 甘情伤药 玉征低声催促 用满身瘀伤换江叔无恙 玉征觉得很直 身为男人 若连自己在意的女人都保护不好 那还有何颜面谈喜欢 竹子 因为江姑娘做了这么多 却又不叫他知晓 有何意义啊 还有上次请医 赠药 定着赎锦东医 甚至这次不远千里来临安府 这装装渐渐 换成任何一个女子 也该感动的以身相许了 她黯然无语 平安喜乐 便是最大的意义 我希望有朝遗旨她嫁于我 是因为珍惜爱慕 而不是出于愧疚感动 若无真挚之情 她娶她与上京其他闺秀 有何区别 能得主子重情 江姑娘 这是三生有幸 抛开江叔出身低微不谈 仅是她的和离之身 与玉征便有着云迷之别 可玉征从未有过半分嫌弃 甚至待她如珠如宝 默默付出 从不求半点回报 满是寂静 玉征躺在床上 背上的疼痛让她难以入眠 她想侧身躺 手臂上的伤压着床后 也疼得紧 玉征深吸口气 闭着眼 回想在溶洞中的情景 江叔纤细柔软的身子 被她圈在怀中 让她忽略了滚落的疼痛 最后江叔撞在她怀里时 她的唇碰到了她的额头 温润陌生的触感 萦绕在玉征的心间 滋生出了丝丝苏玛 掩盖了疼痛 你预备何时回上京啊 等这场雨停了便回 瞧着天子 恐还要再下两日 等雨停了 我们可以一道回上京 王爷回上京 定是要压着赵人贤一荡 我们同行 会不会不变 不会 你与我一道 既能说话姐妹 玉士也能互相帮忙 再好不过了 听玉征如此说 江叔不再顾虑 点头应下 玉征让追云 将积压的功务都呈上来 屏竹处理 告诉竹方和周大人 加快动作 一定要在这场雨停下之前 将所有事情处理妥当 天意请立马回上京 还有 此安愿一事 安排下去 尽快动工 是 此回上京 路上定不太平 多加小心 赵人贤一案 牵连甚广 押往上京的路上 背后之人 定然会有所动作 计策虽无遗漏 但是 人算中不如天算 你也要当心的 你如此着急 启程回上京 是为了与江姑娘一道 直到瞒不过 玉征也不打算瞒 便点了点头 江姑娘出身低微 又是合理之身 与皇室则非标准 相差甚远 你若想娶她 怕是十分不易 周伯旭此话说得委婉 玉征并非普通皇子 他身受皇帝宠爱 在朝中呼声甚高 将来极有可能登上那至尊之位 是以她的政妃 必定是要珍重珍选 让所有人都满意 而江叔 他并不合适 我这个身份 有几件事是容易的 事在人为 人定胜天 没有办不成的事 只有办不成事的人 好一个年少轻狂 比我有魄力 当年若是他也能如玉征这般 坚定决绝 那该多好 你和我阿姐 并非全无可能 庄老夫人不会答应 我爹娘也不会答应 事在人为 顺其自然吧 你阿姐已经很苦了 我不想她再受伤害 周伯旭什么都好 就是面对亲情感情的时候 过于优柔寡断 他以为逃避 能让他在乎的人都好过 殊不知他如此 只会将伤害扩大加深 这些年 他阿姐一点也不好过 周伯旭所谓的终身不娶 默默守护 于他阿姐而言是沉重的枷锁 让他恨不得 怨不得 又求不得 郁征有心相帮 可周伯旭无意 什么都是徒劳 他阿姐毕竟是长公主 当年已被周伯旭气过一次 总不好再次将身份脸面去逼迫 便是痛苦挣扎 也只能藏于心底 时候不早了 你用过饭早些歇息 明日我就不去送你们了 他不是周伯旭 他认定了什么 就一定会拼尽全力争取 比起争取的不义 娶个不喜之人 互相厌恶的过一辈子 更不容易 左右都不容易 为何不选自己想要的 便是最后结果不如所愿 至少不会遗憾后悔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